文章来源 腾讯 2024年10月 商业机构福布斯发布了年度美国最富有的400人报告 据悉 上榜成员的财富总额升至5.4万亿美元 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报告开篇便引用了一句颇具争议 却也颇为真实的言论 越有钱就越容易变得更有钱 这句话在今年的榜单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众多富豪中 特斯拉和SpaceX的掌门人马斯克·Elon Musk 凭借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前瞻性的商业眼光 已连续第三年稳居美国首富的宝座 马斯克的财产主要来源于特斯拉电动汽车的迅猛发展和SpaceX在航天领域的突破性成就 紧随其后的是亚马逊 得创始人贝索斯 Jeff Bezos 他以其庞大的电商帝国和云计算业务再次稳居榜单第二位 贝索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 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他凭借对互联网趋势的敏锐洞察 成功地将亚马逊从一个在线书店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马克 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 在今年的排名中实现了惊人的飞跃 从上一年度的第八位 预升至第三位 资产达到了181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28万亿元 作为全球社交媒体巨头Meta Platforms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扎克伯格在过去的一年里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和业务扩展 成功推动了公司市值的增长 强势进入人工智能和增强现实领域 在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扎克伯格的个人生活也备受关注 他有一位华裔妻子 名叫普利希拉 陈 Priscilla Chan 普利希拉 陈与扎克伯格是校友 两人在哈佛大学相识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扎克伯格一样 普利希拉 陈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两人结婚后 一直保持着简朴 低调的生活态度 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为改善社会福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好几年前 各媒体还曾经报道称 扎克伯格夫妇结婚后 租着小房子 抬着几万块钱的本田非度 对于金钱没有过多的追求 不装了摊牌了 然而 近两年来 扎克伯格夫妻的形象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们开始逐渐摆脱以往的低调和朴素 转而追求更加奢华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马克 扎克伯格开始注重自己的穿着打扮 经常穿着名贵的奢服 戴着名贵的手表 出席各种场合 他还购买了一系列豪华游艇 跑车等奢侈品 以满足自己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此外 夫妻俩还吃20亿元在夏威夷购买了一块土地 并聘请顶级设计师打造了一座地下豪宅 对于妻子普利希拉 陈 扎克伯格更是宠爱有加 今年 他特意为妻子定制了一辆全球唯一的保时捷 货车 而普利希拉 陈原本只是想买一辆普通的小货车 有人认为这是对爱情的真诚表达 但也有人批评这种奢侈消费 不符合他们过去倡导的简朴和慈善理念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 扎克伯格夫妇无疑将继续走在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前沿 希望他们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 也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改变 感谢